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大陸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講講據報有個75歲患癌的香港老翁 是告一個50歲的內地妻子 說他送一層樓給這個內地妻子過後 對方是違反了照顧的承諾 是怎樣的熱話 據報入品了內地法院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大陸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75歲患癌症的香港老翁 告50歲的內地妻子 說他送一層樓給他過後 對方違反了照顧的承諾 入品內地法院 要求拿回深圳的單位 內民同事來自AM730的報道 一名75歲的香港老翁 近日 將一個50歲內地妻子 告上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 說他的妻子是承諾幫他養老送中 因此自己早前 將位於羅湖區那間屋 過戶登記到妻子的名下 但妻子沒有履行照顧義務 更加欲罵和欺凌自己 於是他提出取回房屋 案件在10月10日審理 被告經法院傳票過後 未有到法庭參加這個庭審 法官未有當庭宣判 內地媒體獨特新聞報道 2008年5月 來自香港姓張的男子 和被他小25歲姓元的內地女朋友 在香港登記結婚 之後兩人共同生活 在姓張的男子在結婚前購買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房屋 基於他的妻子承諾為其養老送中 姓張的男子分別在2015年3月和2016年2月 分兩次將當時居住的房產過戶登記到妻子名下 不過兩人的關係在送完陳樓過後就急轉席下 姓張的男子和他的代理律師講述 男子因病生活不能治理 妻子又沒有履行照顧的義務 而且辱罵和欺凌他 2020年8月 無法在家正常生活的姓張男子向妹妹求助 從家搬走了 去到惠州租房住 由他的妹妹聘請保姆照顧 經濟來源來自親友的支援 民事起訴作顯示 2024年3月姓張的男子在香港醫院確診了膀胱癌 並進行手術 至今仍需要定期前往香港醫院治療 只是靠政府補貼和親友支援 不足以支付高額醫療費 保姆費 房租 和其他日常生活費用 急需妻子扶養和支付醫療費 姓張的男子反覆聯絡他的妻子 不成功過後 兩次向他的妻子發送律師信 依然沒有收回應 於是將妻子告上法庭 請求法院判決撤銷位於羅湖區房屋 100%份額的陣雨行為 以上來自AM730和Yahoo新聞的轉載 據報75歲患癌症的香港老翁 告上內地法庭 就告50歲的內地妻子 小時候他都25年 就說對方沒有履行承諾 沒有照顧他 於是要拿回單位 不過聽起來 早於2015年2016年 分兩次把單位過了給妻子 拿不拿得回暫時未知 靈畢商相關新聞也是網上熱話 有很多網友都說 早知今天何必當初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這段時間這個老翁 要經常回來香港 在香港的醫院治療 醫療費都相當高 不過他老婆十問九不應 拿了層樓又不理他 究竟最終告不告得醒 還要等待內地法庭處理 另外也都說過大葉 根據HK01的報導 單車友在新良潭路 慢慢踩上車 有巴士尾鎚 網友狠批對方不讓路 就罵這些單車友阻礙地球轉 問題到了 這條影片被上載到Facebook群組 車cam L 片長約摸1分45秒 從影片可見 當時拍片者正在坐巴士 途經新良潭路 而巴士前面 有一個單車友正在踩單車 單車一直靠近馬路左側行駛上車 車速看上來並不算快 那個路段是雙白線 巴士未有爬頭 一直以較慢的車速尾鎚 去到一段行駛路段 單車終於停在路邊 巴士隨即提高車速從旁邊經過 影片自此結束 影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不少人批評 單車友速度太慢 阻礙巴士等等 終於明白什麼叫阻礙地球轉 亦都說左X住了 最討人就是這些 亦都有人說 他不可以讓巴士先走 還慢慢踩單車 不過亦都有人認為 巴士和單車雙方都沒有違反法例 就說巴士司機今次做得對 前面踩的是一輛車 雙白線爬頭有什麼事就要自己負責 他停定才可以借線過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話說相關路段 因為雙白線 巴士當然不敢爬頭 免得有逆線的情況 另外那單車友又懶惰你 我慢你又慢 慢慢來 整個過程那單車友都沒有想著停車 被巴士過 結果整個過程只拍片 都拍了1分45秒 估計現場會更久 相關情況寫了上網 網友意見兩極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言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個70多歲的老翁 在法國醫院動膝蓋的手術家 部份引流管遺留了體內 到覆診的時間才被發現 問題到了 再有私立醫院的手術的時間是出事的 衛生署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辦公室 更新8月醫療風險警示事件 及重要風險事件 披露了一宗進行外科手術 或者介入手術的程序過後 就說在病人體內 遺留了工具 或者其他物料的事件 涉及一位72歲的老翁 他在接受右邊膝蓋的手術過後 是被發現有部份引流管 被遺留在體內 據悉事件涉及聖德納薩醫院 即是法國醫院 法國醫院回應星島頭條查詢的時間 是證實事件的 並指那位病人在覆診期間 發現部份引流管仍然留在體內 醫院方面是即時跟進的 並和攝氏客席的醫生聯絡 安排病人入醫院 拿出物料 以上來自星島的報告報道 再有私立醫院的手術出事 這次說到覆診的時間 才知道原來有些物料留下了 在右邊膝蓋裡 結果是要再入醫院 拿出物料 醫院確實事件 相關情況有待跟進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香港仔4個單位遭到臨泊紅油 警方查天眼 抓了兩個男子 網上被招覽 收了1000元左右的酬勞犯案 內文提到 警方在9月底至10月上旬 接入多宗報警 說香港仔區內有4個住宅單位 懷疑是遭到臨泊紅油 警方經調查過後 一連兩日 10月13日 10月14日 拘捕了兩名男子 以涉嫌和刑事毀壞 和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毀財產罪 調查顯示 兩個男子 分別是經通訊軟件 Telegraph 被這個不法分子招覽 每次犯案 收緊的報酬是1000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說收1000元 就是臨泊紅油 也不知1000元是一個單位還是4個單位 另外 挺而走險的結果 就是被警方抓到 領便箱背後估計牽涉另一個追溯的集團 不過有很多人喜歡網上找工作 結果現在就抓這個臨泊紅油的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